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孟香 今天我带大家来逛逛我的小花园 五月底了,看看后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花花草草 五月中旬的时候,我出去了两个星期 那么家里的院子是没有人打理的 全都靠天吃饭 还好我的这些花都是多年生的 比较皮实的一些花 在以往的视频中,我也单狗的介绍过 度假回来家里的草地还有一些杂草 还是长得比较乱 回来就忙着割草 然后简单的拔了一下杂草 还好回来赶上了牡丹花开的时候 虽然这个三色景的牡丹开得都快败了 但是这个粉色的牡丹开得还正旺 而且特别的香 还有这个花形保持的也特别好 九朵盛开的牡丹组合成一个粉色的星星 真的是特别漂亮 旁边这颗红彤彤的牡丹开得也正旺 这一颗牡丹呢有十来年的 我数了一下大概今年有二十五六朵花的样子 这个基本上也是到最晚期了 花差不多要败了 这一颗深红色的牡丹青年有点乱 因为青年我给剪枝了一下 然后花今年比较少一点 但是还是特别的香 这颗长寿乐牡丹是去年秋天种的 目前还没有开花 感觉有点弱的样子 紫色的漏斗和粉白色的漏斗都开得不错 这个花非常的皮实 这个梅红的是最早的勺药 其他的勺药都还是花孤朵 大概过一两个星期就应该开了 这一小虫是金银花 剪枝之后长得依然很好 这一大片是鱼美人 这个鱼美人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发的多 这个花基本不需要怎么打理 也不招虫害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有机会再去进一个粉色的鱼美人 白色的银莲花已经基本是开败了 旁边也是一颗勺药 和一种带猫眼的鱼美人 这些都是要到六月开的花 这个粉色的荷包花 Bleeding Heart 也基本上都是开到晚期了 花瓣掉了之后 紫就慢慢的形成 再成熟 荷包花用紫来繁殖是比较容易的 我这几棵都是用紫种成的 而且长得特别的快 大概两年之后就能开很多花 旁边这个粉色的漏斗也是一种特别皮实的花 特别容易发 而且紫飞到石缝里真的都能开出花 旁边的这几棵小的银杏树是从种子种来的 几年前在附近的公园捡了白果 然后埋在土里慢慢的就长出树来了 这颗粉色的荷包花也是种子种来的 大概是两年的苗 荷包花特别的耐寒 不遭虫害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早春的花 这一小丛是飞燕草 看着长得还不错 种的时候是一只苗来着 去年开了六只花 今年目测的花大概有八到十只花的样子 飞燕草蓝紫色的花是特别的漂亮 下面这一大片是月剑草 月剑草它特别的皮实 而且很容易就发成一大堆 这只高高的是香水百合 这颗campfire玫瑰还不错 打了好多花骨朵 可是旁边的两颗玫瑰都冻死了 虽然底下发了一些嫩芝上来 但是今年估计就看不到很多花了 感觉在多伦多这个气候 种玫瑰还是比较难的 而且玫瑰也比较着虫子 另外一颗粉色的玫瑰 去年也开得特别好 今年也被冻死了 这个白色的是铁蟹莲 这种是开花比较早的品种 这个铁蟹莲是种在玉兰树的底下 铁蟹莲的藤沿着玉兰树的花枝往上爬 那么玉兰花开过之后 铁蟹莲花接着开 等来年铁蟹莲能够爬满整棵玉兰树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比较壮观 但现在的话还不太成气候 好了 五月底的花园基本是这个样子 简单的几种多年生的花在开着 下面看看我四月底补的草籽草地如何 目前看来草籽发芽略挺高 而且新草长得也不错 当然春天雨水比较多 有利于新草的成长 当然这里边有不少杂草 不过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